買了深水埗,以為是在買九龍堂校網 誰那麼聰明呢? 這個故事就發生在粉嶺的中原地產舖 有一群新香港人在香港買了樓 他們應該打算買一名校網 怎知道買了深水埗 那很不滿意,就拉一個環 去示威說中原地產舖給錢 這件事我覺得挺有趣的 剛剛看這個新聞,我以為他買那個樓 應該是有1成4有一句 因為跟九龍堂相當近 都是一條火車軌去對分深水埗區和九龍堂區 但那些人在傳他們不是買二手樓 是買了一手樓 那如果深水埗區的一手樓 1600萬買一間三寶 最大可能就應該是外海中 買了深水埗,是不是不能進入九龍堂的名校網呢? 又不是的 他可以賣在深水埗,把深水埗租出去給人 然後自己在九龍堂後母那邊租樓 然後就進入後網 這樣也能解決到的 有些網民覺得他應該是輸打贏 即是買完之後樓價跌 跌到現在剩下1300或1200 所以他不順利地拉環 他會不會得到賠償 當然是不可能,這是投資的事情 事件上那個家人真的被騙了 但很難幫助 尤其是發展商跟他簽合約的時候 應該解釋了整個地段 即是他連地段都不提到去簽的話 那法律責任應該是給客人 因為沒有深度的機制 但這個也不需要深度 被七個 challenges招劃 就圍位三個幾間 之後就簽完 那時候應該不行 可 beacon的時候 不管是誰還�多幾張 他遠了你 這個衰心軟 這樣上下答 聰明點儿 機靈點兒 淘汰點兒心 行不行 起碼都不是叫倫敦銀片 אות帛劉 今天很開心地吃了一個花生 我們下一期見 拜拜